生长的过程当中 你也应该需要把它进行剪枝 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视频讲怎么剪枝 剪枝的时候 你要看这个黄瓜是主面接瓜 还是侧枝接瓜 像我刚才剪的这个瓜是在主枝上 但是这个主枝上你发现了吗 瓜并不多 但是它有侧枝 你发现了吗 你看看这个侧枝上 你照近一点 你看那个侧枝上 每个侧枝上都有一个果 是啊你看看每个侧枝上 对每个侧枝上都有果 你看这个也是个侧枝 你看这个侧枝上 你看小黄瓜 小黄瓜 看见了吗在这儿了 你没看到 看见了没有 对 这个也是个小黄瓜 对 这也是你看了吗 对 好像这个每个侧枝上都是 你看这个侧枝上 你看这个侧枝上也是 黄瓜 黄瓜 每个叶上叶片上都有黄瓜 是你看 每一个都有黄瓜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长了黄瓜以后 你及时的早早的就把它摘到 不是小黄瓜 这么小没法摘 就长大了 就长得能吃了润润的时候 你就赶紧的摘了吃了 它又润 然后又可以一样 你看因为每个枝叶上 都有黄瓜 对 所以说你要是好了 能吃了你就摘掉 然后让下面的黄瓜继续长 这个黄瓜在生长过程当中 除了剪枝打枝之外呢 还需要注意把就是长的东西都扶到这个架子上 你看我们就是有拽了一个这样的绳子 然后长的黄瓜呢 就把它都饶到这上面 那么长出来的侧枝呢 你也需要打理 你不打理的话 它都都扑打地下了 也不行 所以说呢 也要弄绳 把它都把它这样吊起来 让它每一个东西都通风 通风见阳光 这样就可以有利于它生长 对 那个侧枝就要给它一定的生长的空间 对 你就把它这样分散开来 吊到有阳光有空气有水分的地方 好 这样呢 我们把这个侧枝把它吊起来 吊起来这样 让它往上涨 有阳光 对 给它找个空间 一定要 然后把它攀了上 对 你就这样子把它攀上来 然后它再长的时候 你就再往继续往上攀 对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把这几个枝子 也给它吊一吊 扶一扶 给它找一个 对 炸的 需要弄绳 继续弄绳 给它扶一扶 对 这有小黄瓜 对 扶一扶吧 然后这一小黄瓜 我们都要进行扶 让它把侧枝全都攀上去 攀上去 就是找一个这个小绳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酸一下 然后它就可以过去了 注意酸的时候不要酸太紧 它还要有空间 可以得失 然后这样攀上去 这些 你看看都爬到地下了 这一颗都没有扶到架子上 需要把它都扶上来 从底下爬着地下都不见阳光了 对 就要扶起来 所以你看它长得瘦瘦的 嗯 是啊 这个叶子也挡着 你看那个叶子 它因为它挡着这个侧枝 所以最好把它去掉 让侧枝的这个叶子 好发展起来 这里还有一个侧枝 可以了 还有一个侧枝 这个枝叶现在是 你看这都有黄瓜 这个枝叶就不能打掉 因为它要靠它吸收营养 供给它 你看这个好小黄瓜 这小黄瓜 可以把这个枝子 这个叶子去掉 看这个叶子上什么也没有 然后就把它去掉 这样它留着这些 就足够有 对 1比3的黄金比例 你看这个 你看那个小黄瓜 每个都有小黄瓜 对 你看这个侧枝上 这一个 对 这一个 你看照着了没有 照着了 就每个枝子上都有黄瓜 每个上面都有小黄瓜 你看这个组织上也有黄瓜 对 这个组织上也有一个小黄瓜 对 也有一个有很多 对 所以说这种就属于组织侧枝都有的 那你就根据你的空间 咱这正好这一大块地方 就可以让它来充分的生长 让它长 像这 把底下的侧枝 都黄了的叶子 把它都 即时的弄掉 那是个小黄瓜 对 这是一个侧枝 但是这个枝子 在很底下 可以留着吧 不要它 可惜 都储在地下了 这个你看看 就是没有扶它 就在地下躺着 都没长好 不需要都长这么高了以后 底下的 底下的都要清理掉 可以清理一下 再透气 这个好像就它侧枝也很少 这个黄瓜和这个品种不一样 这个就没有侧枝 对 你看都是在组织上接黄瓜 你看每一个叶子上 你看了吗 这儿黄瓜 这里黄瓜 这里也是黄瓜 但是都没有把它扶起来 你要把它扶起来 攀到绳子上 这样要咽它 见阳光 好 过两天 你要经常的过来看看 不小心就miss了 miss了它就从地下了 不小心它就长很多 然后就在地下爬起来了 对 这个时候黄瓜长得特别快 一旦根发达了以后就长得特别快 这些都该扶了 你看 哎呦 你看 都没 你看也从那躺着趴着 都歪歪了 你看看这个都长歪了 你看了吗 对 我这样弄会不会把它背断了呀 慢慢的慢慢的 所以它你看 它都长得弯弯的了 所以说你要经常的有时间过来看一看吧 嗯 要take a care 好了 这样把它扶起来 嗯 扶起来 哎呦 小心翼翼的把它攀上去 帮它一把 你看这都 哎呦 这一颗也是盘起去了 也塌下来了 也都弄地下了 都喷就 你看看 是 这就很容易遮断 你知道吧 对 很容易遮断 这样的话 要经常的来看 对 然后长了 然后你就及时给它排扶上去 你要不的话 像现在这个样子 它的头这样一长出来以后 它就弯腰 弯腰弯了以后 你就很容易一动就折断了 对 所以说要经常过来看看它们 对 然后呢 你看这里的枝叶 我就在看 太茂密了 太茂密了 要去掉 一般就是说 那个叶片上有黄瓜的 你不能把它剪掉 因为你要靠它收送 吸收营养 对 收送给这个黄瓜 那适当的 没有黄瓜的那个叶片 你可以把它 或者是那个 有个叶片 盖着那个其他的 分支的话 应该把上面的那个 大的叶片去掉 我看一看 那个地方 是不是那个地方 有 你看那个叶子 是不是往里长呢 那个要keep住 因为它还底下有个黄瓜 是吧 是吧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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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剪了 我都受不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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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很好 你看它在寻找 寻找这个叶子 就给它们足够的空间 足够的阳光 能够照射进去 看我们的漂亮吧 测子都从这个方向 扶起来了 扶起来了 这都是你失职 很久没给它们扶 让黄瓜都弯弓 弯的像锣锅烟一样 这一根黄瓜 现在不能摘 为什么 因为现在刚开始长 再过两天三天 这个黄瓜就能长这么长 那个时候 你再长 你现在这么小 它刚刚长的 你就马上摘掉 不合算 所以说你需要再过两天 再有几天就能长这么长 那个时候你就把它剪掉 但是你看这里 底下需要整理 把它剪掉 你看叶子都老了 没有作用了 所以就把它去掉 你看这个黄瓜都死了 再看看这个瓜 看这个瓜其实还能再长 但是你看这上面 还有一个小瓜 如果这个瓜光留着的话 这个小瓜它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瓜把它剪掉 然后让这个瓜有够的营养来长 对 你觉得呢 对应该 其实这个瓜还是还可以再长一长 可以再长一长 不过这时候摘下来以后也很嫩 看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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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瓜 摘了这个瓜 这个瓜就又很 就很快就能 对 这个瓜的空间 要不的话这个瓜很大 它把营养都吸了 上面的瓜就很难 你看这里 这个瓜过两天也该就可以摘着吃 然后上面的这个瓜又可以了 对 孩子这也来了 OK Good Welcome 嘿嘿嘿 这豆角你看是不是也该摘了 这个豆角还可以再长一长 不过现在 很论 很论 但是还可以再长两天 再长两天 再长两天 而且底下的这些可以摘掉 对 像这个可以摘 这些已经摘掉了 这些都太靠底 都处地了 尽量的底部的要是有果实的话 尽量的早早地把它去掉 一拍黄瓜 都把它们扶起来了 然后整整齐齐的 然后就等着吃黄瓜吧 太棒了 就等着吃黄瓜了 哎呀 好好的长啊 但是你要经常地过来看看 然后长了就赶快地扶起来 对 因为你一不小心一天两天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一个侧子 你可能可不是一直一天两天 都有一两个礼拜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